在过去的这个母亲节的周末 美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堕胎的抗议游行活动 这些已经做了父母的 或者未来即将要做父母的人 为了要拥有杀死自己小孩的权利 不仅跑到了最高法院门口抗议 这些极端的抗议者也走到了支持生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家 站在人家家门口大喊大叫 这不仅对法官的个人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 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家人和孩子的安全 先说一下这些全部都是违法的 如果这些人在最高法院的外面示威 那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他们在人家的家门口 这就构成了恐吓行为 联邦法律规定 为了让法官能够按照宪法和法律公正的做出判决 禁止在法官、陪审员、证人或者是法院官员的家附近抗议游行 最高可判处一年的监禁 这些人来到他们的门口 无非就是要威胁 让他们改变判决 我知道你家住哪 我知道你的小孩长什么样 你还是要按照宪法来判决吗 那你就要小心你的家人了 这就是他们要使用的手段 通过威胁来让法官改变主意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大法官Brad Kavanaugh的家 为什么他家的住址会被这么多人知道呢 一个叫做Ruth Santas的支持堕胎的组织 把五位支持生命的保守派大法官 以及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一共六个人的地址 全部都在他们的网站上发了出来 而且还专门做了一个地图 于是引来了大批的抗议者 去到了他们的私人住所抗议 被泄露的地址现在当然已经被从网上拿下去了 但是大法官们的私人手机号又流了出去 现在他们正在受到电话骚扰的攻击 其实在堕胎这个问题上 威胁大法官并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20年的时候 就有一位民主党的大官 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 他就是现在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他在支持堕胎的集会上 公开向大法官Gorsuch和Kavanaugh喊话 说他们支持生命的行为 将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是不是仇恨言论 这是不是公开的煽动暴徒 去用极端的手段压迫法官的判决呢 为什么他这个人现在还能够在参议院 晃来晃去 那么针对大法官被恐吓威胁的情况 拜登政府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选择鼓励这种非法抗议的活动 在白宫例行的记者会上 福克斯新闻驻白宫的记者 Peter Ducey就此议题 对发言人Jan Saki发问 Jan Saki说 他们这么做 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很难过啊 是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很恐惧啊 Hej文明明 怎么回事 员了 подт Paulo 这就是白宫官方的回答 他们针对这种非法行为 没有给出任何的评论 因为这完全符合他们前进的方向 他们就是要煽动群众来推翻法治